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7月3日 随着2016年悉尼国际青年钢琴比赛第一名 钢琴家Andre Guglin 在悉尼城市钢琴行 奏响意大利顶级手工钢琴Faziolli Andre Guglin 7至9月的澳洲巡演 正式拉开序幕 悉尼国际钢琴大赛执行总裁Marcus Barker表示 去年Andre凭借着普罗科威耶夫的C大调第三携奏曲 获得了悉尼国际青年钢琴比赛的第一名 今年正是该项比赛40周年经典传承之年 大家也是对Andre的澳洲巡演充满了期待 在见面会中Andre用意大利顶级手工钢琴Faziolli 为现场媒体们寄信演奏了一曲 Andre精湛的技艺和完美的表现 让现场的观众赞不绝口 而Andre所使用的Faziolli钢琴 也成为现场焦点 这架钢琴红色面镜烤漆 和知名画家Canaletto的绘画作品相结合 这幅画表达的是庆祝古代威尼斯 与中国之间的互动 为迎接千禧年而打造出来的Faziolli系列 Andre Guggenning表演用的这架钢琴 是该系列在澳洲的唯一一台 在他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他有这种兴趣 因为他们在副赛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用这个品牌 我相信他对这个有一定的感情或者是体会 作为澳洲最大的钢琴行 以及钢琴指定合作方Australia Piano World的城市钢琴行 多年来通过定期举办各类音乐会和钢琴比赛 培养爱好音乐的青少年 在悉尼地区享有一定声誉